大家好 我是Dan 前几天在俗金与受爱者见面后 那位爆料俗金的受爱者姐姐 在IG打开了直播 但是在这个直播之后 原本一面倒的风向开始有了变化 所以今天就整理了一下 不管是支持还是不支持俗金的网友们都认定的 当天受爱者姐姐与朋友的直播中 确实是说过的引起争议的内容 首先是sociopath 受爱者姐姐说过 与俗金见面后 对于以前在电话中骂人的部分俗金有道歉 但是对于其他俗金不记得的事情 俗金只是回复了 让我道歉我没做过的事情 我也很为难 接着受爱者姐姐的朋友就说了 她虽然说不记得 但是心里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我觉得她记得 她可能是自己在精神胜利 是sociopath的话有可能性 接着再说到另外一个引起 中印的演员金吉苏的时候 姐姐表示 那位爆料金吉苏的网友说过 什么道歉不道歉 只希望她能一辈子扣上霸凌的标签生活 在跟俗金见面后 终于理解那位为什么会那样说了 她真的是放弃做人了 我都给她多少次道歉的机会了 到最后也不道歉 要听她说这些废话的话 我为什么要带妹妹出去呢 跟我说什么都没关系 我好不容易把妹妹带出去与她见面 她却说了我不记得这种口话 啊是吧 那为什么要说见面呢 sociopath吗 然后再说到妹妹因为果汁事件 被俗金用电话骂的时候 自己接了电话也骂了俗金 然后对俗金说了 你在哪里 我现在就坐计程车去找你 然后俗金就马上道歉了 但是之后 受爱者的姐姐也去了俗金的学校去找她 姐姐接着说了 说实话 可能因为我是姐姐 我无法原谅 我当时应该要扭下她的脖子 没能扭下她的脖子的部分 现在觉得很遗憾 然后姐姐在直播中也说了 到现在还喜欢俗金的人 是没有接受好家庭教育的人 有受到家庭教育的人 是不会喜欢那种人的 然后在直播中 受爱者姐姐播放了 DOMDI-DOMDI歌 而姐姐也稍微跳了一下 DOMDI-DOMDI的舞蹈 甚至还做了 俗金站在C位的Killing Party的这个动作 然后接着出现的歌曲是汉 在前奏结束后 姐姐说了 这首歌不怎么样 只想听所缘的部分 自己都知道是谁的part 然后就拿起了朋友的手机 播放了别的歌曲 因为受爱者姐姐 在最初的爆料文中有收过 妹妹因为俗金的X 在电视上看到俗金 甚至只要在街上听到 姚家爱者的歌就会很痛苦 但是姐姐却配合着X 妹妹的家爱者的歌曲 跳起了舞 甚至还做了 让妹妹非常痛苦的 家爱者的舞蹈动作 所以让网友们都非常傻眼 一般来说 能一听就能跳的话 就表示平常就已经很常听 常看这首歌了 虽然姐姐后来有解释 因为朋友是姚家爱者的粉丝 所以不好意思让他关掉 但是在韩歌曲一出来的时候 姐姐只听前奏后就说了 这首歌不怎么样 就拿走了朋友的手机 播放了别的歌 所以非常矛盾 然后当天在直播中提到的 妹妹用电话被俗金骂的时候 自己接了电话后也骂了俗金 说要去找他X了他 最后还真正去学校 找了俗金的这件事情 在最初爆料的时候 一点都没有提到 也就是说 对自己不利的事情 一开始就过滤掉后 写下了爆料文 然后最重要的是 一直都马上反驳 公司生命文新闻报道 粉丝造谣的受害者姐姐 对于直播后的各种争议 只是在IG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错误的报道也多 论坛上被扭曲的内容也很多 因为要写解释文反驳文 也需要几个小时 感到太累所以没有做 我只是提到了 攻击受害者的黑粉们的家庭教育 并没有说到粉丝们的家庭教育 目前不知道为什么 受害者姐姐突然关闭了自己的IG 而对于网友们之一 是不是关掉IG逃跑了的留言 姐姐亲自留言回复 我为什么要逃跑呢 因为删了账号就来这样留言 好厉害 不是因为觉得有问题 所以删了账号 只是暂时关闭了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 航空网友们的反应 所以出了家庭教育 其他坐机程车去X了他 Social Pets Tong Di的舞蹈 这些都是真的吧 一听到X架害者的歌 全身就会发抖的人 又跳舞又做了Killing Potter的动作 怎么回事 说实话 看完直播后 不觉得只有苏金有错 再怎么是个人直播 这样公开骂苏金的话 对自己也会不利的 只写了对自己有利的爆料文 还假装是很客观 苏金最初被受哀者姐姐爆料的 以苏金为首反应了同学们 借了很多钱没还 没有理由就打人骂人 抢钱抢衣服透东西 坐在骑摩托车的哥哥后面 让同学互打巴掌 做了这么多坏事的人 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出现 一位目击证人呢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看这些脑残粉快乐的 就是想带风向说 爆料者也不是很正常 然后想获得安慰吧 太了心了 受哀者姐姐也不是一人 在自己的直播 跟朋友聊天也有错吗 为什么会觉得成人去找 未成年人是错误的呢 因为是受哀者的家人 所以才会去啊 我觉得很正常 先不说我个人相不相信苏金 现在在韩国饭圈这里 只要有人稍微帮苏金说点话 或者是怀疑受哀者姐姐的话 就会被一些网友们围攻 说是脑残粉 这是在二次诈害受哀者们 但是他们呢 却在那里兴奋的人身攻击苏金 人身攻击帮苏金说话的网友们 这些人虽然假装自己 好像是绝对不能允许 的正义使者一样 但是其实不就是想看到 一个艺人被毁掉的样子 而在房间里自嗨吗 对于受哀者姐姐的直播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